消防员退休之后转换跑道 桃园市卢竹区副主理里长当选的李衍生 从事消防工作35年 6年前从组长职位退休 有着满满服务热忱的他 今年首次投入里长选举就当选 他说做里长跟当消防一样都是为民服务 他一定会全力以赴 墙壁上贴着红绑庆祝里长当选 新科副主理里长李衍生 除了里长身份 过去还是英勇的大伙兄弟 李衍生从事经销工作35年 从基层一线而做起 累积小队长分队长生涯救灾无数 更荣获消防员最高荣誉子凤凰奖 6年前李衍生从大队组长退休 停不下服务脚步的他 投入里长选举 退休之后也是都是做一些志工的行列 那经过这些地方士生啊 这些里长的推荐啊 他说我以我的专业可以来扩大 为民服务工作啦 热心助人广结善缘 这相亲的鼓励下 李衍生首次投入里长选举就当选 摊开他的选举公报 除了基本的陆瓶灯亮水沟通 他最希望的就是运用消防专业 提升李明防火防灾观念 对我们这个住家安全 很重要 他很专业的 所以对我们利来的帮助很大 所以我们很支持以来 这个有专业的人来做我们的理督 消防里长李衍生退而不休 换个位置继续当公仆 用专业用热忱服务社会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